茶马古道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古代交通网络 从很早之前的原始部族大迁徙 到公元前后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外来人口进入 再到七世纪后 茶马交易的兴起形成和繁荣发展 地处中国大西南的这一张巨大的交通网 遍布着起点 终点和难以数清的进口和出口 茶马古道的中段 也就是云南丽江地区 云南狄庆藏族自治州 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 和西藏昌都地区四地交界的广大地区 是滇荡茶马古道和川藏茶马古道的会合点 这一代的居民以藏族为主 产地唱起一路连贯 直到圣城拉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邦达草原的出名 在很早以前 应该是来自于它的荒凉 艰苦和广大无忌 近百年来 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一个家族 邦达昌 在这个普通的地方 邦达昌是一个威名鹤 一个遍地是商号 遍地是黄金和罗马牦牛的大家族 牦牛号称高原之州 是青藏高原上最有耐力的动物 在历史上 茶马谷道上的马方走到这一段 一般都会把货物交给牦牛运输 走过邦达草原后 才又犯了 牦牛就成了茶马谷道 船葬线上 必不可少它们而传上 邦达草原的人们 在历史上就一直做着这种工作 以至于形成了船头 也正是由于这一历史习惯 更重要的是由于邦达家族的兴起和延续 这里的百姓 养成了很强的商业意识 一般来说 历史上的藏民族不太处置商贸经济活动 这在一般藏族老百姓阶层就更是土地 即使是到今天 商贸和经营之类的生产方式也仍然不多见 但是我们到达邦达草原的时候 却遇到了一只按照习惯顶峰冒雪去交易的牦牛邦 它们拖着牦牛肉要去一个传统的交易地点 这个羊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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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即便下了大雪 人们还是从周边收来牦牛肉 赶去交易赚钱 对于这只牦牛邦来说 今天的交易基本上只是个象征 天气很坏 人们期望中的目标都没能实现 不过 能够严格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 出现在这个特定的交易地点 本身就是商业的基本规矩 这是个关乎到诚信的大问题 邦达草原上的人们从很早之前 就是靠守信用才达到繁华和新生 所以就给我们教育啊什么也是 人要那个好像讲那个诚信信用 就是反正经商也是要诚信是很重要 这个家族吧发展就是 我想可能上面几个是不是这个 一个是管教朋友啊带着是吧 一个诚信啊还有那个赚钱也是要是吧 也不是那个不择手段还是要的原则 去年是一个暖冬 虽然茶马古道上经常落雪 但我们却一直感到温度 在古道上追寻 时间越久 我们就越着急 担心古道上的遗迹会越来越少 走的 过去的 肯定会离开我们的视野 来的 走近的 也肯定会进入我们的世界 这就像道路一样 他向正反两个方向都伸展着怀抱 两边都是前行啊 茶马古道当年的凡胜 主要来自于军队对茶糖等物资巨大的需求 而在邦达昌时代 则主要是由于生活和正常的贸易网牌的需要 使金钱和货币这些看不见的手 在指挥和推动着邦达昌和整个藏地的茶马古道交易 他将来自于军队感到这个混音 中文字幕——YK 山茂一直是茶马古道中最主要的场面 小到这条小路上的一家一户的智茶 大到像邦达昌一样的大型商业家族 都因为这条路而深深深深 都因为这条古道而得到多样和拓展 地处哀劳山腹地的龙雾 是一个以汉族为主 并聚集着仪族哈尼族的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茶马古道就像一条宽阔深远的河流 而围绕它的许许多多的村庄 就是河流中游住的鱼类或是其他生物 他们因为茶马古道这条大河 而有了不同于外围其他地区的文化厄势 很多年了 龙雾静静地守候在茶马古道旁边 明朝年间大规模移民 使这个小镇具有了许多来自中原的遗风 来自中原的祖先们把这种传统一直传到了现在 龙雾的高桥迎春会和它的祖根 中原一带的采高桥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作为民间的原始祭祀性活动 采高桥最早是为了鱼神 神高兴了春庚和年城才可能有一个好开头 现在中原的高桥基本上成了春节期间的文艺节 失去了原始的宗教性意义 但龙雾的高桥却仍然保持着它的原始性和神圣感 采高桥几百年来都只是由龙雾镇的汉族群体单独举办 后来周边很多民族村寨也开始参与 一起迎接春庚和春雨的到来 于是这一天也就成了各民族祈祷好年城和平安吉祥的圣会 成了茶马古道重镇龙武的大节日 今天在临村 石平县的龙武镇 要举办一年一度的高桥银春会 按照习俗 附近各个民族村寨 都会派出带着自己民族特色的队伍去祝庆 从几天前开始 大坡罗村的花妖遗祖姑娘们就已经在准备 起来 龙虎的高桥 足有三米多 站在高桥上 就如同站在平方的屋里一样 这样的高桥表演 在中原时代 多半是由专业演出队来进行的 然而现在表演高桥的 大多是当地的能家子弟 对于他们来说 能够登上高桥是需要勇气的 登上高桥之后 还要进行各种表演 那就是勇敢加技巧 小伙子们也多半未能参加高桥表演 而未敢做好 在今天这个兴奋的日子里 大概只有大坡龙村的遗族姑娘们 显得最失落 最难受 龙虎欢迎着四面八方过来的人们 但唯独拒绝了这一支 遗族女子火龙队 盛大的祭神活动之后 日子重新又归于平淡和质品 人们都知道 已经有了神灵的保佑 就得更加努力和踏实地干活劳纵 毕竟是在茶马古岛边上 过去那么多闯荡奔波 那么多难来悲忘 人们的视野扩大多了 不会再盲目地等待 日子已经平静下来 但花妖遗族姑娘们却难以平和地过日子 昨天的事虽说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造成的 是茶马古道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碰撞 但他们毕竟吃了闭门羹 憋了一晚上的气 今天他们准备独自出去 在野外尽情地放纵一回 就是要用女子身面对天地 去完成应有的祭拜和创造 在野外尽情地放纵一回 即便是在更早的商周时代 遍布在云贵高原中的路径 就走动着不同的族群和人群 他们走进来落脚 或是走出去奔波 在官商势力中带动着不同地域环境和背景中的 语言文化和风俗 不同的因素在一起结合碰撞和交汇 使茶马古道成了一条多元文化交汇的文明的茶马 李唐锅 李唐锅庄八唐贤字是文明于西藏和俗称为康巴地区的四川西部藏区和云南狄庆藏区的著名舞蹈 在这群藏族同胞中间 田扎锡非常自责也非常自由 他早已经习惯和热爱上了这种生活 田扎锡确实姓田 这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姓氏 按照学者考证田家的祖根是在中原山西河南之间也就是黄河的中下游一带 陕西人田扎锡无意间重现了上古时期原始族群经过横端山外长途迁徙的历史 造在明朝 他的祖上甚至插马骨道最早期的道路网络来到巴唐 然后住下来 他们喜欢散发着马帮气息和弥漫着马蹄声音的巴唐 到了田扎锡 他甚至丢弃了中原汉族做不改姓行不改名的船头 给自己安了一个极典型的藏族名字 扎锡 这是藏族文明起源地西藏雅龙河谷一带最常见的名字 田扎锡一家很特殊很奇怪 他有着汉人的姓和藏族的名字 有一个很纯很纯的藏族老婆 然后这个藏族老婆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很多手艺 这中间最突出 也是让田扎锡最得意的就是赶面 像茶马古道上很多民族在死后 要将灵魂送回西北祖先的家园一样 走到天边外的田扎锡 也仍然会回想自己的家乡 春节是生意最兴旺的时刻 便在茶马古道的下段 在所有马帮一直盼望又盼望的伟大的圣城拉萨 这个叫寸志刚的小伙子 却还在忙活着 从上千年前开始 寸家就一直从事着银器和铁器的手工艺制作 他们把贵重的金属打造成精美的艺术品 而后把他们又销售给在茶马古道上赚了大钱的茶商马锅头 小锤敲过一千年 云南白族的寸家甚至成了精美高档的银器首饰艺术品的代名次 久而久之 白族寸家的手工艺技术发展壮大起来 现在甚至拉萨街头上很多出售的藏刀都来自他们的手 不过寸志刚的家族来到西藏却首先不是由于银器制作 大概在四代之前 他的祖辈们赶马来到这里 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 历经兼解 以前的话都是茶马古道用马帮赶进来的 我们现在的话坐飞机敌庆州 一天就到了 以前他们的话可能要赶 差不多二十多天各拔院样子 从典藏线上茶马古道这条线上 慢慢慢慢进来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里 是茶商和马帮们都非常怀念的辉煌时代 小村的祖辈们在艰难的行走中 往往都会充满激情和喜悦 对于他们来说 每一次体力时间和精力的付出 都意味着会有大把大把的音量 意味着家族财富和基础 会有一次大的明显的抬手 小村说不清具体的细节 但能够想象到他们在路上的情景 出大理 出大理 过丽江 翻雪山 设大江 他们的祖辈们赶着罗马 拖着沃湖一路走来 对于许多人来说 拉萨是神圣之城 那里接近太阳和月 因此是神居住的地方 大概就是因为这一原因 到了小村这一带 村家定居下来 用祖传的手艺打开了生活的大门 而后小村们就选择了 拉萨这座伟大的圣城 做了自己生命的归宿地 和新的家族的生长点 如果把茶马古道 这一个巨大的古代交通网络 比作河流 那么从拉萨出去到达西津 尼泊尔 印度 以至于无穷远方的这段路程 就是这条河流的下游 像中国版图上中间黄河长江 这两条巨大的水路一样 茶马古道的最后部分 就相当于出海口 那是一个逐渐扩散又扩散的 广阔的三角洲 是一把逐渐向外 向远方地区扩展的扇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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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七十多岁的噶玛丹增 就是在这条山谷中下段的噶玛人 他曾经走出去到达境外的陌生世界 后来终于回到这里 在亚东娶了个藏族媳妇安家 十九岁时 他跟着哥哥的马帮走茶马古道到了拉萨 在平生第一次见到汽车时 他也和其他人一样 把这个奇怪的钢铁怪物叫做毛主席的牦牛 接下来有两三年时间 他和哥哥就一直在这一带赶着十三匹马做生意 好 哥哥突然不见了 再后来罗马和货物也突然不见了 噶玛丹增想回老家 但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家在哪里 自老回去 这些问题冒了出来 但答案却不见了 他忘记了很早以前的事情 过了很多年 后来亚东这一带来了很多金珠麻民解放军 他们在修路 一个人唱着歌 后来很多人也唱 他们唱的歌 丹增也很熟悉 而且他记得自己小时候也会唱 这时候丹增想起了一切 他想起自己家乡就叫中殿 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香格里拉 不仅如此 丹增还非常非常想家 他决定回去一趟 一定回去一下 这一次回家 走了一个多月 但整整隔了几十年 那是奶堆拉山口 两边都是曾经让很多人热血沸腾的地方 对于一部分马邦来说 拉萨是天涯 对于另一部分马邦来说 亚东和奶堆拉山口是天涯 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 则会穿过他们 走向喜马拉雅山阳光灿烂的南坡 然后去迎接南亚次大陆上吹拂着的 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对于茶马古道和马邦来说 多年的南北闯荡和放眼远眺 已经让他们知道一个真理 天空和大地很广阔 很远大 他们没有边际 因此也就没有天涯 梅宫和尚的枪声震惊中外 是在独孤性命命丧金三角 敲诈 勒索 绑架杀人 跨国追踪的路上险象还生 勤修行动危机重重 是谁制造了梅宫和惊天大案 又是谁横行与黄金水道 经典人文地理下期播出